台湾情歌天王李盛杰重返大马舞台 一连两晚在云顶云星剧场举办李盛杰限定版演唱会之马来西亚站 为歌迷带来许多经典歌曲大宝尔夫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的演唱会也邀请了经典歌曲 失心绝对的原创音乐人蔡博南到现场 而李盛杰韩与蔡博南合唱四次原本封唱的歌曲 让他直呼那是历史性的一刻 李盛杰一连两晚在云顶开唱 聚集了不仅来自马来西亚的歌迷 也来自全球多地的歌迷一起参与 李盛杰限定版演唱会之马来西亚站 演唱会一开始 李盛杰为歌迷带来几首高难度又经典的歌曲 包括光年 祝你幸福 我有一棵树 灰色地带 擦肩而过等歌曲 无论是悲伤的旋律还是欢乐的节拍 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令现场的歌迷陶醉其中 演唱会反应热烈 昨天展开的第二场演唱会 可以说 奏武学习 吸引超过五千名歌迷朝圣 听到一首又一首快至人口的歌曲响起 让歌迷不吝啬尖叫声 对李盛杰来说是他飙歌的能量 绝佳的音准以及丰沛情感的高亢嗓音 都能够深深地打动人心 经典歌曲如最近最美的遗憾 未知不顾一切的爱等等 让人仿佛沉浸在音乐海洋中 音乐海洋中 一首首熟悉的歌曲 似乎带歌迷顺着时光机 回忆着当时的人事故 带着不同的故事 一起参与大合唱 让云顶云星剧场 变成大型KTV包厢 所谓圣民们的默奏一旦到点唱的环节 都会一致先点招牌歌曲 痴心绝对 已经疯唱数年的这首歌 昨天却引来清唱四次 值得一提的是 昨晚这首歌的原创音乐人 蔡柏南竟然也在现场 你们想听什么歌 你们想听痴心绝对对不对 痴心绝对的原创人就在这里 这也是李盛杰出道25年来 首次与原创合唱 让他直呼那是历史性的一刻 除了痴心绝对 蔡柏南的作品 包括原走高飞 灰色地带 我懂了他及会去 演唱会后来已温馨的歌曲 我们相爱吧落下帷幕 希望可以让歌迷 以甜蜜的心情回忆这场演唱会 RTM拉斯达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